今天想跟大家说几件事情 好几天不见了 也好久没有更新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星星 但是星星想你们了 今天的话跟大家说 星星在云南 这个地方的原因吧 很多姐姐阿姨都问星星 你为什么不回家呀 为什么不回到父母的身边 为什么一个人一直在云南 我也想回家 家阿满 星星中秋节的时候也没有回去了 快国庆节了 可能我也回不去 但是没有办法 这样嘛 因为星星在这边调理身体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回去 但是不管在哪里 你们都不用担心 星星会保护好自己 也会照顾好自己 怎么说呢 在这边 也是为了身体健康 经过这次 星星 也知道 生命的可贵 所以 我也希望 屏幕前的你们 身体 一定要健康 身体健康了 才有资本 去爱别人 身体健康了 才有时间 让别人爱你 所以 不用担心 所有的姐姐 阿姨们 你们 真的 一定要开心 心态 最重要 现在才明白 真的 有些时候 我们的情绪 真的可以 给我们 带来伤害 所以 星星 希望你们 一直都开心 星星 也想通了 从 今往后 我要 重新开始 我要回归到 我以前的生活 我要 做我自己 我要做一个 别人爱我 我也爱别人 再也不能像以前 这么傻了 谢谢所有的 家伙们 有你们的支持 星星 很幸福 很幸福 祝你们 国庆节 快乐 假期 愉快 家伙们 星星准备 今天要下山了 现在还在 爷爷奶奶家 然后 怎么说呢 因为也没有人 给我拿手机 星星一个人 在云南这边 我把手机 放在这个 爷爷奶奶家的 一个 鸡 应该是鸡窝吧 鸡窝上面 然后我自己 自拍一下 真的很感谢 我所有的 各个姐姐 叔叔阿姨们的 一路陪伴 星星一个人 在这边 这两天 身体 各方面 也转好了 好多了 我相信 用不了多久 就 会好了 我也想通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 星星 不能这样子 垂废下去了 连拍的视频 都真的 剔头散发的 星星不想 过这样的生活了 所以 所有家们 你们希望 星星做回以前 又开朗 又活泼的 星星吗 如果你们 希望 星星 能成为 以前 那个样子 你们在 评论区 告诉我 星星 你们永远 支持星星 有你们的陪伴 我相信 我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不管 我在 四川 还是在云南 我相信 喜欢星星的人 支持星星的人 会 都会 给星星 打加油 打气 所有家们 我自己认为 星星 是 要 重生了 然后 所有 从去年 都看着 星星成长的 所有家人 你们 能鼓励一下 星星吗 让星星 不管 在哪里 不管 离别 他伤 都能 得到你们的 支持 你们是 星星 永远 永远的 后盾 星星 有你们 我 真的 是我 毕生的 荣幸 所有家们 谢谢 谢谢 你们 一直以来 的 不离 不弃 谢谢 你们 一直 呵护着 星星 很爱 着 星星 像你们 自己的 孩子一样 谢谢 你们 我 那 别 我 别 他 他 我 你 我